印度人口增至14.1亿 联合国预计将于今年4月中下旬宣布 印度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这将为该国开启新的篇章 印度将对亚洲乃至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 CNN报道指出 20世纪下半夜 印度一直保持着快速的人口增长 年增长率达到2% 自1947年独立以后 印度人口增长了超10亿 并且预计在未来的40年里 还将继续增长 不过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数据显示 印度士林劳动力人口中 只有40%在工作或者愿意工作 其中仅有10%的印度士林妇女 进入了劳动力市场 而在中国这一数字是69% 据我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1月发表的研究文章发现 印度总人口即将超过我国 人口年龄结构也更年轻 具备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但人口红利并不必然转化为经济发展红利 受产业结构人口综合素质 社会文化和性别歧视等多重因素影响 印度大概率将错过人口红利窗口期 空有人口难有红利 过去几个月印度可谓意气风发 根据最新数据 印度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.05万亿美元 增长6.7% 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 印度GDP已达到11.8万亿美元 仅次于中国和美国 此外 三月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 发布了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3年度报告 报告预测 亚洲经济体2023年加权GDP增长率 有望达4.5% 较2022年的4.2%有所提升 IMF的分析显示 仅中国和印度两国 就将贡献2023年全球增长的一半 不过 有分析表示 印度的高速经济增长背后 依然依靠的是人口基数下的 中低端制造产业链 根据联合国预测 2064年 印度人口将增至17亿 管理人口将成为该国面临的挑战 庞大的人口规模 给水和能源带来压力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 已经导致了许多环境问题 包括空气和水污染 垃圾处理问题等 美国研究小组去年的一项研究称 印度北部有超过4.8亿人 面临世界上最极端的空气污染 此外 面对迅速增长的工作年龄人口 国家创造优质就业岗位的能力 也受到考验 开视频 上封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